大家好 这里是2019年一级建造师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考点金奖班课堂 我是这门课程的主讲老师 肖国祥 接着我们应该进入到教材的第三章的讲解 教材的第三章是叫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 在这一章中间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内容则终于去讲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与进度计划系统 第二节内容 这中讲建设工程项目的总进度目标的论证 这一章最重的最关键的一节内容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编制和调整方法 同时这一章有层上起下作用的一个内容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措施 它既是对第一第二章有关控制措施的回顾 又是在这一章里面 把措施这个词淋漓尽致的发挥到极致 整个这四节内容 相对来说第三节内容比较广泛 涉及到多个网络计划技术 比如说典型的双代号 双代号史标 单代号 单代号搭建 都是在这个第三节中间进行讲解 因此本着让大家听好学好这样一个目的 我们把教材的内容以及考点给它尽量的划分细致 分段落来跟大家讲解清楚 接着我们首先看的是第三章的第一节 整个标题称为叫建设工程项目 进度控制与进度计划系统 实际上一看这个标题就明白 两大块内容 一块内容是对进度控制的综合描述 另一块内容所终于谈进度计划系统 掌握了这样一个认识 那么我们对这一节的考点就有所了解 考点包括四点 一个就是进度控制的目的 第二个是进度控制的任务 显然这两点是配合大标题的进度控制 第三点讲的是进度计划系统的建立 显然跟大标题挂起勾来 大标题上有一个进度计划系统 稍微的了解一下计算机辅助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 因此这是这一节的内容更改 本年度的课程我们听取了很多同学反馈的意见 我们在这一讲的之前先会跟大家交代一下 这一讲主要要交代的内容是什么 便于大家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学习的经历和情况 进行有选择的听课 接着我们来讲第一个考点 项目进度控制的目的 那么标示呢是一颗星 这个解释过就是有时候会出现这个考题 根据大数据统计的规律呢 我们在1516年这个整体试卷上呢 看到了这个考点的应用 接下去学具体的内容 第一条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多种类型 其中代表不同利益的各个参与方 句子看到这个地方要有所思维 各个参与方 首位是一组方 核心管理方是一组方 接着还有好几家人家 实际供货 私工 甚至于项目总报 所以他们分别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 我们在第一章学过 一组方的利益就是一组的利益 私工方 实际方 供货方 乃至于项目总报方 都是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自身利益 还有一个是项目的整体利益 所以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 他们搞进度控制 从时间上去进行控制 工期上去进行控制 他们的进度控制的目标和时间范畴一定是不一样的 大家特别要注意不一样 考试的时候要反映出这个基本知识点 他们的进度控制的目标和时间范畴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带给我们的应急 第二点 进度控制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 这个地方 同学们又要跟前面学习的内容联系起来 什么叫动态 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动态的时候 讲到首先我们要把目标分解 找出计划制 这是第一步准备工作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收集 比较 纠偏 进行动态的跟踪控制 当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 这个目标显然无法完成 或者这个目标没有必要再去完成的时候 我们回过头来调整目标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进度控制 它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所以进度控制 也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 好 那么这个动态的管理过程 包括哪些步骤呢 第一步 进度目标的分析和论证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它的动词 是分析和论证 千万不要误会成 进度目标的编制确定 这个是绝对要避免产生误决的 因为我们之后会讲 这个进度目标早就定了 决策阶段就定了 所以到了你设施的时候呢 你上来首先要做的不是去编 不是去确定 而是去分析和论证 这是一定要思维中间搞清楚的 在目标得到分析论证 证实了这个进度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这样一个大前提大步骤下 那么进行第二个步骤 第二步骤呢 是编制 进度计划 所以从总的次序上来说 它还是符合目标到计划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要注意的是第一项目标是分析论证 而不是编制确定目标 第二项很显然 编制进度计划 第三项 进度计划的跟踪检查与调整 那么在进度计划 实施过程中 我们需要动态的跟踪检查 并且发现偏差 要进行纠偏 那么动态的这个概念包括了 收集实际值 比较计划值与设计值 找出偏差 纠正偏差 所以这一段里面呢 它主打的是这个内容 称为叫进度计划的跟踪检查 检查的后面的话 不言而喻 就是找出偏差 采取纠偏 所以这里面 纠偏这个词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又提到了调整 那这个我们在动态控制里面 一再强调 是必要而调整 这个是必要 什么叫是必要 就是我们讲 看看有没有必要 那么什么情况叫必要呢 一个就是这个目标 显然已经无法达成 无法完成 第二个是这个目标已经过时了 我们不需要这个目标了 那这个时候回过头来调整 所以总的来讲 从排序的角度来讲 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项目标的分析论证 第二项编制 第二项编制 进度计划 第三项在设施过程中 检查纠偏 第四项 是必要调整 进度计划 好 那么 进度控制的目的 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要完成 我们所定下来的 进度目标 大家知道我们项目管理 它的最终的使命 是实现目标 目标进行控制 实现目标 因此这个分支 进度控制 当然是为了实现 进度目标 第四条 这是喊口号的一条 必须建立和坚持 一个最基本的工程管理原则 这个工程管理原则 就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 控制工程的进度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确保质量的前提下 那么马上回忆到上一章 第二章成本管理 我们讲你要进行成本管理 你的大前提是什么 要确保质量和进度 而本章讲的是什么 进度控制 所以他抓住了质量这个词 确保质量 我们的二级的教材里面 比他细化 确保质量和安全 假如一旦这个选择项是 确保质量和安全的话 你也应该欣然的选择它 是对的 好 根据刚才讲的基本概念 我们走一段 扎实一段 来巩固一段 我们来看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过程 包括他给了一二三四四条 第一条 收集资料调查研究 那我们讲 任何事情一开始的时候 你去做调查研究 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方法论 因此这个一 没问题 他放在前面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说 第二项他说跟踪检查 第三项他说 编制计划 你没编 你还没执行 你怎么就跟踪检查了呢 显然这个三和二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颠倒了来 应该是先编 后跟踪检查 在十四中跟踪检查 所以一号位没问题 三号位紧跟着一号位 然后三号位后面应该是二号位 那么最后一个 根据偏差进行就偏检查的结果 找到了 有偏差 那么就偏 就不过来了 那么就调整 因此我们说 调整计划乃至于实在是 这个目标都无法实现了 那就调整目标了 因此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思维 这道题显然应该是 一三二四 答案确实是一三二四 我们再次强调 进度控制是一个动态管理过程 首先牵涉到的是目标的分析论证 然后在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基础上 编制进度计划 因此他出题的时候把这一行字拆成了两个选项 一号圈收集调查 三号圈编制进度计划 所以一三 接着下来是进行跟踪检查 那么我们取的是二号圈 然后是调整 我们取的是四号圈 所以这道题目反复的核对一下 应该是一三二四 根据题目的这个续号 一三二四 答案是A 好 这是一道排序体 大家也知道了 动态这个概念最后化解 不是用文字来化解 而是用这样的逻辑思维排序来化解 这样一个知识点 好 我们再来看 建设工程项目在施工时盲目赶工会导致什么 那肯定会影响质量和安全 盲目赶工 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增大 质量事故的发生概率增大 而文明事工 有所顾不及了 所以文明事故实现的概率反而是减小的 成本也有可能因此而增大 好 我们通过这样的思考以后我们来看 他给的选项一定是颠倒的给的 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减小减小错了 施工成本增加的概率减小减小错了 文明事故实现的概率增加增加错了 反而是降低了减小了 那质量事故发生的概率增加 这个对 盲目赶工有时候会造成很严重的质量问题 安全问题 所以质量事故发生的概率增加 因此答案应该选D 好 接下去我们进入下一个考点 项目进度控制的任务 同学们看 这是两颗星的标示 表示他出现的频率是中等频率 进度控制的任务 我们分四家参与方来讨论 第一家是业主方 我们要知道业主方控制的是 整个项目十四阶段的进度 整个这个词非常显眼 要抓住他 那么怎么体现整个呢 实际阶段 施工阶段 动用前阶段 这个没问题 我们在第一章学的时候 什么叫十四阶段呢 他分成五个分阶段 设计准备 也就是设计前 设计 施工 动用前 以及最后的保修 这里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的进度里面 没有出现过保修进度 大家不要硬把它扯进来 没有出现过保修进度 但是大家注意到 在进度里面 就要第一章的概念 加了一个采购进度 加了一个采购进度 第一章里面 十四的五个分阶段 没有什么采购阶段 但是从进度角度来讲 加了一个采购进度 好 我们来看设计方 它是根据设计任务委托合同 对设计工作的进度 进行控制 那么国际上呢 一般是用一个典型的一个内容 叫出图计划来进行控制 这个出图计划控制的话呢 它实际上有两重作用 一重作用就是设计 自己控制自己 作为我设计来讲 我有出图计划 那么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 我应该把什么样的图拿出来 做完了拿出来了 那么从一组的角度来讲 它看着这个出图计划 它可以凭着这个出图计划 到时间点了 跟设计去要图 所以我们说 它是双向的一个鉴别器 既鉴别了设计对自己的控制 设计控制进度 也鉴别了一组 对设计的进度控制 好 设计进度呢 是要和招标 施工 采购等进度相协调的 好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一个小支持点 就是说我们的 施工 设计 业主 这样三家单位 它实际上最终是要和 供货这家单位 进行大协调 大和谐 大协调了 因为这是考虑到 进度控制的需要 联系和协调 好 施工方 施工方 我们是根据 施工任务 委托合同 好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个共有的词 施工 是根据施工任务委托合同 设计 是根据施机任务委托合同 那么以此类推 假如我们看供货的话 它也是按照供货合同 来进行进度控制的 所以除了一组方以外 其他各方实际上都强调 它的进度控制 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建立在合同要求的基础上 好 那么 是项目的特点 和施工进度控制的需要 来编制不同的施工进度计划 供货方 我们的所谓的供货方 是根据供货合同的要求 来控制供货工作进度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小知识点 所谓供货进度 它是让囊括了 采购 加工制造 和运输 这三个环节 那么这是一个冷门点 请大家注意 好 我们来巩固一下 建设项目 供货进度计划 应包括 供货环节是哪些 那这是一个冷门点 刚刚我们学到 采购 制造 运输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B 但是这种题呢 是昙花一现的题 好 我们再来看 这道多选例题 关于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说法 准确的有 A 进度控制的过程 是随着项目的进展 进度计划 不断调整的过程 我们要的就是这四个字 不断调整 非常好 这句句子是完全准确的 B 施工进度控制 直接关系到质量和成本 我们说三大控制目标 是一种偶合关系 是一种相互联系的关系 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 因此 进度控制确实 直接关系到质量和成本 第三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C 施工方 进度控制的目标 就是尽量 缩短 攻击 错了 我们是尽量实现 确保 全力确保 实现 攻击目标 而不是尽量去缩短 我们有一个攻击的目标 攻击的计划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控制 向着这个目标完成去进军 要确保这个目标的实现 而不是变分的范儿去缩短攻击 这个不是我们提倡的 所以C是错的 第一项目各参与方 进度控制的目标和时间范畴 是相同的 这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再三强调 各方站的立场 站的角度不同 所以他同样去做进度控制的时候 他的目标和时间范畴 是不相同的 一 进度控制的目标 他的目的是通过控制 实现工程的进度目标 这个当然了 因此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很自然的一句话 因为你做的是进度控制 你当然实现的是进度目标 所以本题呢 这样做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到A是对的 B是对的 C错了 错在什么 错在这个缩短两个字上 D呢 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是不相同的 而屏幕上这个D呢 是错的 我们的选项里的这个D是错的 我们现在改正的这个D呢 是对的 各参与方 进度控制的目标和时间范畴是不相同的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讲的时候 C呢 是错的 D也是错的 那么 E呢 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目的答案呢 最后呢 是A B E A B E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考点 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建立 那这个是打三颗星的 表示它的出现频率非常高 近期比如说1718年的卷面上都看到了 好 我们看 第一条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内涵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 它是有多个相互关联的进度计划 所组成的一个大系统 它是项目进度控制的依据 我们要注意 项目进度控制的依据 反过来问你是什么 你应该答 这是它的进度计划系统 这是一道反向的选择题 各种进度计划系统 各种进度计划 它所编制所需要的必要资料 是在项目进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这句话的潜台词我们的进度计划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什么逐步修改完善的 逐步形成逐步修改完善的 好看第二个标题 不同类型的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 那么这里面呢要大家有一个抢记的过程了 不同的深度关键词 不同的功能关键词 不同的参与方关键词 不同的周期 这个关键词 关键词是深度功能参与方和周期 那么显然我比较重视的是前两项 简单带过的是后两项 因为我觉得后两项我们先说不同的参与方 你第一张打下来很深的烙印 有一组方有设计方有施工方 这里再加一个供货方 因为我们采购供货嘛 我们第一张讲的时候就比较直白是供货 这里呢加一个词采购供货 所以因此的话呢 我们说参与这个项目管理的这些各方 他都要编自己的什么进度计划 各边各的进度计划 这些进度计划相互独立 又相互什么联系 这就是不同参与方的概念 我们强调是联系和什么 协调的联系和协调的 各边各的 但是是联系协调的 那么我觉得不同周期呢 大家也好理解 因为他无非是从时间上来讲 很长的是五年计划 我们一般讲不到那么长 都是年度季度约度和寻 那么进入约度和寻的话呢 他就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比较容易操作的 一般我们叫什么 在第二档中间叫设施性 所以设施性进度计划 他从时间周期上来讲呢 一般都在月以内 超过月以上 就不是实施性的 进度计划了 就不具有那么强的操作性了 好 先把这两个简单的说完 那么我们来 重点确保的是上面两个 一个是不同深度 一个是不同功能 那么这个就要抢计了 不同深度 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总进度规划或计划 项目指系统进度规划或者计划 项目指系统中的 单项工程进度计划 那么我从一开始讲建造师课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提了三个字进行提炼 总指单 总指单对着什么 对着深度 深度对着总指单 这是我叫项目管理 比较注重的一种教学的方法 也是同学们实际上 课后记忆的方法 总指单深度 深度总指单 友情提醒 单的后面一定是计划 而总和指的后面 有可能计划 也有可能规划 那么总指单 虽然是深度不同 就是划分的深度不同 但是总指单本身 他们是相互联系和协调的 这一点要强调一下 好不同功能 我们看到了控制性 指导性 设施性 那么我们马上应该有敏感的反应 在第二章里面 其实我们讲到计划的时候 它也有三个不同性 竞争性 指导性 设施性 而我们进度里面讲的是 控制性 指导性 设施性 不言而喻 控制性肯定是层次高的 层次高 站得高 看得远 胸怀宽广 宏观的 宏观的 是杠领性的 所以控制性 应该强调是杠领性的 而设施性 应该强调是 脚踏实地的 是操作性的 那么指导性 位于他们中间 这是对不同功能的理解 那最后记下来总归是 控制性 指导性 实施性 而且我们特别强调 不同功能之间 也是联系和协调的 不管你是不同深度 不同功能 不同参与方 我们都要强调 它虽然编辑化的时候 是有层次 有不同 但是他们这些计划之间 是联系和协调的 好我们来巩固一下 某建设工程项目 按照总进度计划 单位工程进度计划 分布工程进度计划 组成了一个进度计划系统 显然它是一级一级往下走的 先是总 然后是单位 然后是分布工程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个深度 实际上就是一个深度 它是按照深度来进行什么 区分的 那么我们讲深度的时候呢 讲的是总 子和单 单呢 有情提醒 一定是计划 这是在讲课过程中 反复的给大家锤炼 你也可以认为我是唠叨 但是这个唠叨起到的作用 是确保你把这个概念进去 我们第五章安全里面 有一条原则 隐患处理原则 叫龙语原则 龙语原则 就是为了安全 实际上我讲课的时候 为了你将来能考出来 多到设防 概念讲的时候讲一遍 讲解立体的时候再巩固一遍 这是处心积虑 用心良苦 希望大家要理解 要理解 好 这是按照深度 因为它有总 有单 有分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深度的进入过程 因此是答案是A 好 再看一道题 某项目部按照施工总进度计划 总 主体 这就是单 然后是在钢筋工程计划 这个是更仔细了 你发现这个内容 越来越细致 越来越深入 那么这个实际上 是根据计划的深度 计划的深度 来进行构建 这个项目的进度系统 所以这个题又问了 该进度计划系统 是按照不同的什么来构建的 当然是按照深度来构建的 好 答案是C 答案是C 好 再看一道例 在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中 由一组设计施工和设备安装方 编制的进度计划 我们发现这是按照参与方 来进行编制的 按照参与方 我们四个不同 其中有一个叫不同参与方 我们发现了 有一组有设计有施工和设备安装 独独缺了一个什么 采购供货方 因此他们需要和采购供货方 编制的进度计划相互协调 这是按照不同的参与方 来进行采购 供货方 来和业主方 设计方 施工方 进行什么 联系协调 所以答案是D 好 我们进入到本节的一个简单了解的课题 计算机辅助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 偶尔会出题一颗心 计算机辅助工程网络计划 它实际上是进行项目进度控制的一个 我们比较推崇的技术手段 是一种管理的技术手段 那么我们说 第一 解决 当网络计划计算量大 手工计算难以承担的困难 说明计算机它的计算量大 第二 确保网络计划计算的准确性 说明它的计算准确 第三 有利于计划的 网络计划的及时调整 说明它能够及时调整 第四 它还有附带衍生产品 有什么 根据进度计划 延伸出来什么 延伸出来资源需求计划 它有增值效应 有附带产品 所以我们说网络计划 这个几个优点 算的量大 算的快 算的准 调整也方便 而且呢 又有衍生产品 根据计算机 计算这个进度计划 控制 那么 衍生出来什么 资源需求计划 好 同学们 该对这一节内容 第三章的第一节内容 做一个总结了 因为这一节内容讲的是两大方向的课题 一个呢 是对项目进度控制做一个中述 一个呢 是对进度计划系统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所以上来的第一个内容呢 是项目进度控制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实现进度目标 那么项目进度控制的任务呢 四加 一组是整个设施阶段的 实际施工供货 它是根据各自跟一组之间的这个任务委托合同 来进行进度控制的 好 那么项目进度计划系统的建立呢 不是一劳永逸的 而是逐步完善不断形成的 那么 不同类型的进度计划系统 是本节一个最大的亮点 不同的深度 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参与方 以及 不同的时间周期 是本节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那么同学们一定要反复听讲 然后把这个亮点巩固下来 不同深度 包括种子单 有情提醒单只有计划 没有规划 种子可以有计划 可以有规划 这是不同深度 不同的功能 包括控制性 指导性 设施性 不同的参与方 包括一组设计 施工 供货 不同的时间周期 包括年纪 月巡 这样 但是 再怎么不同 他们之间还是联系与协调的 最后简单的过一过 计算机辅助建设工程项目 进度控制 它算得快 算得整条的快 而且还有附带产品 进度计划 可以同时 衍生出 资源需求计划 这是计算机辅助 建设工程项目 进度控制的 一个优点 优势 好 综合来讲 这一节内容 是比较 简单的 相对来说 在第三章里面 是比较简单的 希望大家 能够及时的 听课 呼吸巩固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这一节就讲完了